接下来第一场地要进行的是公开男主组第三亮眼睛台战 来看介绍审判委员主持会 主审张伦光 副审甄昌盛张佳龙 选手介绍白方选手国立体大彭立荣 南方选手国立体大郑平康 现在进场的是由白方选手国立体大彭立荣 对上南方选手国立体大郑菲芳 我们两位选手实力都非常的强啊 尤其是我们郑菲芳选手从预赛到了决赛 连一滴汉都没有留 我们白方选手彭立荣 是上半年度金牌明赛成人组的第二名 而蓝方选手郑菲芳 这是去年107年全大运的金牌 看看有没有机会获得二连霸 我们白方选手彭立荣 成绩也是相当的不错 双方选手都是国体的选手 白方选手彭立荣呢 现在是大三 南方选手正北方则是大四 还是学长有没有守住学长的尊严 还是学弟青出于兰胜于兰 这场比赛真的是观众矚目啊 观众席的朋友全部都站了起来 时间来到3分07秒 白方选手彭立荣被判了一个指导 看学弟彭立荣 似乎没有让学长正北方好过 是想要让他回去洗柔道衣了 虽然是同校大比拼 但是完全没有谁让谁这个问题 南方选手做出一个爆头摔取得半胜 现在连续进入压制动作 我们恭喜南方选手国力体大正北方 获得公开南支组第三集金牌 并且取得二连霸相当厉害 也恭喜白方选手国力体大彭立荣 获得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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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 中文字幕——YK